第五 旧约时代以色列人 对于律法中的应许 是否和今天我们一样 能够完全明白 有些差别 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 律法章中的应许是明了的 只是在那个阶段 是够用明了的 他们只要查考 足以知道 晓得 启示的渐进性 我们说迅蒙的师傅 那个时期用这种仪式 那种时期用象征预表 我们今天已经都显明了 基督已经教导了 不需要再用牛羊 祭坛 圣殿 所以你也不要称你们教堂圣殿 你也不要总惦记着什么耶罗撒冷 没有用 上帝已经废弃了 实体已经来了 还惦记那块 地上的那块 烂土地干嘛呀 那种西安主义 犹太主义式的基督徒 很令我费解 中国很多贩卖那些 越南河水什么油的 以色列 你是犹太教徒 那就搞那些就行了 你要基督徒远离那些迷信 你要有钱 搞收藏 不迷信 愿搞就搞呗 有钱 但是将来 上帝要审判你那个钱 为什么买那些没有用的 启示的亮光不成 本质一样 旧约里面上帝应许的 同样的基督 同样的旧法 同样的恩典 亮的光亮的程度不同 但是对于他们是足够的 那个时期是够 足够的 那对于我们已经解释开了 耶稣已经解释了 使徒们也解释了 所有的新约书记 几乎都是围绕旧约的福音在解释 阐明这位基督 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 生命的主 弥赛亚 对不对 我们已经显明了 罗马书 什么 希伯来书 都在解释 所以我们是已经显明了 已经清楚了 从这种剧透的角度来看旧约 新约 旧约的以色列百姓是透过现在二级 五级 十级 只是在那个每一个级里面 在隐隐约约的在看 那个是有限的 但是对于他们是足够的 所以在旧约里面 他们足够凭着应许 和神的恩典可以得救 或者说过神所喜悦的生活